这个汤汁晾凉了之后可以给它泡进去 要泡8到12个小时 越久越好 给它浸泡在里头 给这只鸡洗一个桑拿鸳鸯浴 我下楼了 我老公今天要烤了一只鸡 所以把这个煤气罐放下来 人家已经准备好了今天的早餐 我提着一大瓶一大桶的衣服去 洗衣服呀 每个礼拜必不可少的 就是我们家我爸亲自做的面包 我问一下你们家的老公 会做面包给你们吃吗 我们家他会 为啥呢 第一个自己做的好吃 第二个去买的话 以后的时候去我们洗来比较晚 然后去的时候都已经不打新鲜了 所以还不是自己做呢 昨晚跟大家聊我有一个就是 关于我们家他给我们分底的一个包 买了人家从欧洲给我带的 结果被我到巴黎我们去旅游 结果被人家偷了伤心的往事 不堪回首 今天我们过来丢这个纸 看人家服务态都老好了 我们家这边有人要盖房子了 我估计应该是盖的独栋的 哇老贵了估计得100多万吧 今天天气特别好 你都感觉到像春天了 因为现在已经从昨天开始已经立春了 好像是 但是德国他们还不是认为今天就是春天了 我们现在去康弗兰去买一些肉回来 然后顺便挑点蔬菜 康弗兰是德国一个很大的超市 但是它不是批发超市 还是不错的 这边有一个叫Penny的 但是呢它的东西不好 哎呀东西不新鲜 所以我们我就来过一次就再也不来了 现在来退瓶子 我都不知道瓶子在哪儿退 然后问人才知道的 可见我们到Cockner很早 进入超市了 我们现在要去卖肉的地方 但不知道卖肉在哪 所以要找找 这是卖水的地方 我们看到了我们喝的这个酒 这里要16块钱 我们从网上买优惠一点 绕了半天终于找到卖肉的地方了 我从结果人家在楼上 找了半天 因为我喜欢买的一些骨头回去炖汤 它这个骨头不是一般都会有的 现在这里肉很多 很多 都是肉 看它有这种原骨 但虽然瘦肉不多 只剩骨头了 但也好比 原的好一点 我今天想买一个猪肘子 我去炖 我们已经结账了 每次我们家偶伴看见这个 红酒就走不登陆 然后我是对肉走不登陆 开完菜了 今天我买了多少盒肉 排骨 这种圆骨 买了两盒 还有一盒 好好 还有 一盒牛肉 还有一盒这个猪肘子 看现在才把这个鸡拿出来给它酿干 今天我买的这个大猪肘子 你看这么大 然后这个猪肘子 是5块8毛2 1.325公斤 就是2斤6两 2斤6两五 4块多钱一公斤 4块3毛9一公斤 所以我打算是怎么的 像东北那种吃法 放锅里头炖 但是这个猪肘子 怎么才能把它没有猪的那种味呢 先给它洗了一遍 等会放到水里头使劲泡 把它血水给泡出 他的睡觉机 这个是玉米机 他现在是放了一点油 他说还要那个呢 还要弄 就是蜂蜜呢 其实我不这么喜欢吃肉甜 那看这个是昨天晚上弄的 现在要烤 How long need it 要烤的金黄色的 我们家欧巴飞把我喊过来 哇 这个鸡看起来流油 真的不错 放在外头的那个烧烤上面烤了 现在要放烤箱 有一个多小时呢 蚊子还挺香的 放在烤箱里头 底下用这个锡子给弄煮 不然它油会滴下来 还不错吧 差点把我手给 看看今天开心 刚才骑自行车的开心我老公 吃了很神经病 看我们家现在在刷这个蜂蜜啊 什么蜜质的东西放在上面呢 哎呀呀 滴了好多油 这鸡看起来真的很不错 我以前不喜欢吃这种枕枝的 哇 好不好 不错不错 我们家现在在刷这个蜂蜜啊 什么蜜质的东西放在上面呢 哎呀呀 滴了好多油 这鸡看起来真的很不错 我以前不喜欢吃这种枕枝的 哇 好不好 不错不错 马上要准备吃了 看这个鸡烤的是不是很香 这个油啊 底下滋啦滋啦滋啦真多 看看这鸡 一般我不喜欢吃这种枕枝的 像国内的一般的像紫燕啊 那些鸡我喜欢吃 看看我们的鸡好了 用了 I think we're doing using 20 hours 20小时烤出来的鸡 腌制了很长时间 现在开始 妈呀 看这个汤汁 这么多的汤汁嘛 妈呀 卡拉卡拉水就下来了 妈呀 这个好嫩呢 yes get it out 给 给我的 ok 等一下 他要撑一下 这个是我的 我要吃个鸡翅吧 我吃了鸡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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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里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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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鸡 这个鸡这次因为用了很多的盐 他腌着里头的 上一次呢我们家他也做过不是这种鸡 不是这样子做的 他就是涂着买的那种鸡的那种料 然后就是烤的那种 然后就放在烤箱里烤 结果里头都不进味儿 上山买的鸡也不好 我这次买的是玉米鸡 其实想买走地鸡的 走地鸡要到专业的地方去买 一般的超市也买不着的 看看 真的不错 挺好吃的 他们喜欢吃肉多的 哦 还好 Do you want rice 吗 呀 嗯 咬咬咬 咬咬咬 今天这个米饭它是用 黄油 大蒜的黄油 嗯 浓浓的蒜味 真的很不错 大家可以买了一本书 叫B 还有很多很多 单吃的 很不错 这个蛮成功的 挺好吃的 好嫩呢 我吃了一个大腿了 鸡翅刚才三两口就吃完了 看一只鸡 就被我们吃的这副惨样了 哎呀 看看 我给它鸡胸肉 咱们外国人都喜欢蠢鸡胸肉 肉多的 我们喜欢啃带骨头的 对于我这种资深的吃货 肯定是得拿手啃 我们家那位还是蚊子编编的 拿刀叉 我一般刚开始吃的时候喜欢装一点 喜欢拿刀叉 吃着吃着 就不像样 走形了 但是一般吃饭的我是没有声音的 而且不会咬人家 叭吱叭吱吱嘴 嗯挺香的 这个鸡皮挺好吃的 它外头有点蜂蜜 一点点甜 我们因为不怎么吃甜嘛 所以放的不是很多 大块朵鱼的吃肉 感觉真好爽 我喜欢这种 左边拿着大肉 右边拿着啤酒 一边吃肉 一边喝酒 最好前面 再来两个帅哥 给我拆个小五 我觉得挺不错的 人生 如此 真的是过得惬意 哎呀 我老妈应该跟我老爸爸 我生错了 我应该生个男人 不是女 骨子里头的男人的 男子汉的气感 在公司里头 他们都是有女汉子 已经不把我当女的看了 真好吃 好吃好吃 你对 非常成功 看不见了 看看我们家这个 粘斗率还挺强 还继续吃 我是吃不下了 因为光有肉嘛 没有蔬菜 这配着大米饭 我一般喜欢有肉和菜 那种的 我们家他 他在不转的 不断的在吃 鸡胸肉 不咋乐意吃了 吃了一半的鸡胸 他说我也喜欢吃 靠近骨头那个地方呢 他的肉 哎呀 好紧实啊 有嚼劲 不裁 我说你才知道呀 我说你 你们外国人不都喜欢吃鸡胸肉吗 妈呀 今天你咋的了大哥 你不嫌油的话吗 You think it's not grazy for you 我再啃胡萝卜 你说做啥都不容易 你说烤一只鸡 在这吃吧 你说感觉没有油烟 但是这里头的 油 你还得擦吧 你看粘在上去了 所以啊 这残局还得自己收拾 哎呀 就当的是减肥了 今天双重减肥 今天减肥 就是骑自行车的时候 我骑了40分钟 用掉了212个卡路里 是不是不错 现在我要把我们家的厨房整理 收拾收拾 今天一天差不多就到 就是落一个段落了 然后呢 等会呢 等我收拾好了之后 再喝点小酒 这种小酒喝喝 特价 9块9毛9好像是 一半价钱 我们家他是看见红酒走动路 你们家老公是不是也这样 我们家不单单是红酒 他还有很多呢 看看 给大家看看 这 我们家Z6 Z6你看看看看看看看 都是小酒啊 没办法 人都有个爱好嘛 谁让他是一个人呢 对吧 也得尊重人家 像当年以前我抽烟的时候 人家也没有说不愿意啊 不给我抽啥的 是我自己借了的 你说 人家也不说呀 取了你就是取了一 取了你就要得接受你所有的一切 这是一个大礼包 他说都在里头了 你不能说这个喜欢 那个不喜欢 把挑出来 进挑喜欢的药 那是不可能的 对吧 人子贵有缺点 能以为这么一个包容的心也不错 所以呢 也指使咱们俩走到今天 以后的路还长了嘛 夫妻当中就要相互包容 牵绊子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我要收拾残局了 你们大家尽兴吧 你财神爷的财神 连他的财财财 发发发 好了 咱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拜拜